每当踏入雨季,晾山都会变成不少家庭的生活大难题 就是不易晾干,还会有一阵异味,令到山好像从未洗过 今天我有三个急速干衣的绝招分享给大家 一打造通风干燥的晾山环境 不少人都习惯将山晾在窗边 但在窗边晾山可能会阻挡空气的流动 加上下雨的时候,窗边位置会比较潮湿 反而会令山变得更加难干 二一边长一边短 毛巾因为吸水力强,通常会比较难干透 如果毛巾以两边对齐这种挂法 当中的水分会比较难规发 其实大家可用一边长一边短的挂法 由于被晾起的毛巾,两边的长度要不一 透过此方法可加大毛巾晾晾晒的面积 令毛巾变得更快干 三反起山的不同部分 如果想山快点干,确保整件山的各个部分都接触到空气 所以在晾山的时候,记得将山的内带衣帽或者山领反起 千万不要将布料互相叠加在一起 避免影响晾干的速度 还可以用衣架撑起衣衫 增加山和空气的接触面积 令水分更快被带走 学会以上三绝章 以后下雨的时候,都可轻松将衣衫快速晾干 而且没有异味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